歡迎頒獎人 孫淑媚 曾敬華 謝謝 感謝金鐘獎 在我第一次來當頒獎人的時候 就幫我搭配一個這麼帥的小鮮肉 以前他們都幫我搭 控肉 不過你知道為什麼今天他 會要我們來頒發這個迷你聚集獎嗎 不知道 因為我們都很迷你 你看我的身材 超迷你 姐 那我 你的迷你肉眼看不到 沒有嘛 不要誤會喔 是資歷很迷你 你看台下這麼多大哥大姐 他們的資歷最少都三十年起跳耶 所以我們今天要用敬畏的心 來頒發這個獎項 沒錯 接下來我要跟淑媚姐頒發第五十六屆 迷你劇集電視電影編劇獎 入圍的友 迷你劇集電視電影編劇獎 入圍的友 徐立文 哈嘎天亮燕 共演三營的 客家電視台 馬自明 張可欣 陳定寧 安邦 廖士涵 鄭婉平 大債時代 用力拍電影 有限公司 高廟會 范紫棋 文彩 戒指流浪記 晴天影像股份有限公司 鄭養山 康宇妮 公視人生劇展 人生清理員 果陀娛樂傳播有限公司 鄭芬芬 洪茲瑩 做工的人 大幕影役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曾卷你我 第五十六屆電視金鐘獎 迷你劇集電視電影編劇獎 得獎的是 恭喜徐立文 客家電影院光的孩子 全面而深入地書寫 失智老人 與照護者間的各種心理狀態 面面俱到 用藝術與人生 互為隱喻 巧妙勾連 聲蒙有力的台詞 屢屢撞擊人心 毫不保留 直面生命的疼痛 手法大膽 殘酷誠實 碰到令人站立 我會感謝《學校天使團》 他們是我的娘家 從我演第一部戲 還有之後倒的好幾部戲 都是他們在陪我的 我要謝謝台灣這塊土地 給我的養分 謝謝我的家人 讓我當一個媽媽 還有辦法創作 這部片我想做的是 不管是照顧新生命 或者是照顧老者 我們常常用一種 父慈子孝的觀點 看這件事情 但是其實 如果你心裡生了陰暗面 或者是一些 你不習慣直視的情緒 請不要覺得孤單 因為那很正常 而且不要有罪惡感 我要感謝《光的孩子》的每一個成員 因為編劇的路很辛苦也很孤獨 可是《光的孩子》每一個成員 都把它實現得 比我腦海裡的想像更好 謝謝你們 謝謝客台給他這麼大的空間 還有 劇本是一個戲的根本 我覺得這件事 應該要重新的好好地想一下 它不應該是被妥協的一部分 它需要更多的時間 更多開發的資源 更完善的規劃 我尊敬所有的編劇 它本來就是在戲劇世界裡最重要的存在 我要謝謝我的演員 他們幫我處理的 劇本那些磕磕碰碰的轉折 處理得這麼好 謝謝 然後 我怕我等一下不能上台 所以我很想要講 如果可以的話 在座有很多有力人士 在現場看到那些現場工作人員的辛苦 跟他們不容易被提及 所以我覺得 應該要建立更完善的勞權 還有 如果有一天 我們可以不要再被稱作女導演 女編劇 那會很好 我希望可以達到真正的 性別 平權 族群多元 我要感謝我的家人 我會繼續努力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接下來這兩個獎項 由我來頒發 就是 因為這兩個獎項 會讓我有點懷念我的大學時期 因為我大學時期也是學幕後 對 我學過聲音 也學過燈光攝影美術 對 都接觸過 對 對 對 好 那接下來我要來頒第五十六屆金鐘獎 聲音設計獎 入圍的友 聲音設計獎 入圍的友 查真相 王愚君 林傳志 葉之勝 顏維珍 孟柔安 公視新創電影 訪客 奇妙創造股份有限公司 看來我們請辭職啊 周弘麗 詩軍耀 高偉彥 禪明 夏日靜好影像有限公司 林冠榮 張哲剛 梁中穎 陳居正 李宣婷 公視學生劇展 爬出棺材版 奇諾影像有限公司 林耿農 不羈 台灣百年流變與停泊 十月影視有限公司 楊凱婷 沈志鵬 公視人生劇展 人生清理員 果陀娛樂傳播有限公司 第五十六屆金鐘獎 聲音設計獎 得獎的是 林耿農不羈 台灣百年流便宇停泊 在原創配樂中 巧妙融入文化符碼 並於配器聲響上 與時代歌曲音檔相符引 兼具情感 態度 人文觀點 恭喜林耿農 不羈 台灣百年流便與停泊 得到第五十六屆電視金鐘獎 聲音設計獎 好 看我穿這樣就知道 我真的很意外 感謝公眾電視 感謝評審的肯定 然後 感謝十月影視 所有辛苦付出的同仁們 然後 要特別謝謝這個 在這個節目裡面 幫我們做這個音效跟混音的Jimmy 還有我的 好搭檔吉他手 尤伯彥先生 還有我的家人們 我在世界各地的家人 家人們 在波士頓 在洛杉磯 在新加坡 尤其是新加坡的家人們 我很想念你們 我知道新加坡現在就是面對 新冠肺炎這個很大的挑戰 希望你們都可以平安的度過一切 然後感謝我的父母 感謝 我的妹妹 我的妹婿 我可愛的兩個侄子 然後感謝一路 給我照顧的朋友們 當然最後要感謝福昌鋒導演 從我15秒 30秒的廣告配樂 一路做到現在 感謝你 然後 謝謝大家 謝謝 恭喜 接下來 好 接下來我要頒發 第五十六屆美術設計獎 我們來看入圍的友 美術設計獎入圍的友 王登玉 余玉 王景賢 布農神話 青銅視覺藝術有限公司 王志成 王家慧 葉志雄 楊玉憲 郭佳佑 天橋上的魔術師 原子印象有限公司 郭宇童 公視迷你電影院 家庭室 青東有限公司 成為中 公視人生劇展 人生清理員 果陀娛樂 傳播有限公司 我們開始吧 前陣子 你當某個人在家裡闖空嗎 鄭余順 公視新創電影 訪客 奇妙創造股份有限公司 怎麼辦 我好緊張喔 我也是 我很想要聽喬德耶 我直接開囉 好 好不好 第五十六屆 金鐘獎 美術設計獎 得獎的史 王志成 王家慧 葉志雄 楊玉憲 郭佳佑 天橋上的魔術師 美術與造型團隊 無論在服裝 飾品 場景設計 與承設上 深入考究 還原細節 也充分掌握寫實 與非寫實之間的 氛圍色調 讓整體視覺效果 充滿魅力與想像力 也引領觀眾 對中華商場過往記憶中 青春 相仇 夢想 與失落的緬懷 好開心喔 在返校的魏仲廷跟 天橋的點媽索上 接到這個獎 真的非常開心 我要先謝謝 我要先謝謝公司的 大力的支持 沒有這一個 這麼大的旗艦的 一個企劃 我們沒辦法把 我們這片土地 曾經有過的一個 美好的時光 用一個 對的方式把它呈現 給觀眾朋友們 然後在這邊 今天我還是不免俗的 我要謝謝我 所有所有的團隊 我要先謝謝 阿榮片場的自景團隊 張簡 然後阿智 還有阿倉 我要謝謝 法蘭克的阿發的質感團隊 我要謝謝 阿茂的美術場景團隊 我要謝謝 特殊道具阿光團隊 我要謝謝 每天這樣子 在片場 進進出出所有 要搭建天橋 那個天 光華商場 不好意思 是中華商場 這兩個地方我都太愛了 我也想要搭一下 光華商場 就天天進出的 這200多人的那個工作團隊 所以他們每天這樣子 進進出出 然後搬進搬出的 每天都很髒 很累 很辛苦 我都點滴在心 感謝你們 我還在感謝我的美術 大概有三四十名的 不管是夥伴們 或者是美術的實習生 他們都非常的優秀 也很榮幸地把他們騙到我的指揮旗下 這樣子 每天玩得很開心 然後 這邊 沒有他們也還真不行 那個 服裝團隊 還有特效團隊 另外還要再謝謝 沒有他們也是 真的沒辦法誠事的 就是 製片組 阿肯的團隊 尤其是我們在拍片的 最後最後的關頭 台灣的疫情就已經爆發了 我們還能守到那幾十天 差不多十來天的時間 不讓大家身體出狀況 把片子給拍完 我覺得真的非常不容易 另外還要再謝謝阿乃德 這個 選角團隊 再怎麼樣 我們美術就只是搭個井而已 還是要把對的演員 放在對的地方 讓這一個場域可以把 把故事給講出來 給演出來 然後 感謝 感動大家 這個東西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謝謝大家 不好意思 因為 不好意思讓那個 四網膜 他喝太多香菜汁 所以 夥伴們要我代表 支持 所以就 謝謝大家 謝謝頒獎人 恭喜得獎者 吧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